設計精緻的禮服一字排開 旁邊還有引人注目的黃金馬車 隨著Netflix熱門影集 《王冠》最終季完結 劇中道具即將進行拍賣 而這場展覽就是道具拍賣前 最後一次集體亮相 簡約連身群搭配由博士 和仇段製作成的頭紗 被盛讚為最美公主的 瑪格麗特公主 劇中角色就是穿這套婚紗布入禮堂 而這件黑色弟兄漏肩 襲上洋裝 則是向戴安娜王妃 一九九四年穿著的復仇之群致敬 劇組更以代妃的健身穿搭 為基礎 重新設計出 應有哈佛大學字樣的運動風上衣 除了王室成員角色相關的道具 與已故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又深厚軍臣關係的前英國首相丘吉爾 戲裡佩戴的帽子和眼鏡 也是拍賣品之一 而首相官邸大門也不能錯過 歷來英國王室成員的穿搭和使用物品 時常吸引全球民眾正向模仿 也讓影集王冠使用的道具受到矚目 拍賣公司負責人笑稱 比起昂貴的紡織黃金馬車 買個道具箱裡的低價小物 在日常生活使用就非常方便了 公司新聞兩頁編譯